哈囉大家 今天呢我們要來講iPadOS 26 對 昨天呢我們講了iOS 然後今天呢我們要來講iPad 然後我發現一件有點恐怖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這兩天都在玩iPadOS還有iOS嘛 然後我發現iOS升級比較有感 而且有感很多 啊 怎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這支iPad呢 它其實新增了就是多工的部分 它的多工就真的變得很像電腦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就是大家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就是哪一天iPad可以跟電腦一樣好用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就會選擇iPad 因為它就是很輕 而且它又可以兩用 那這次新增了這個多工呢 真的很好用耶 等一下帶大家一起來看 好 那我們首先呢就是不免俗的 來看一下我們的Liquid Glass的主題哦 就是這一次的介面呢 全面大改版就是包含它的App啊 然後像是相機有重新設計 然後大家例如說看這個控制中心的部分呢 你就會看到它就是現在變得很像那種玻璃的質地哦 就是它會透光 然後很多動畫它都重做了 就是例如說我們開App的一些小動畫什麼的 都會變得非常的精緻 然後非常的通透感的那種感覺 例如說大家看這個App這套褲裡面呢 它裡面其實有一些App是還沒有 加入這種Liquid Glass的感覺 就是例如說Gemini這個就很明顯 還沒有更新 然後可是在它旁邊的Google document 竟然就是已經有那個玻璃感了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然後像是Facebook這裡有沒有啊 不太清楚 總之呢之後應該越來越多第三方的App 他們應該也會把自己在蘋果生態系上面的這個App Logo 都把它改成就是有玻璃質感的這種感覺 才會跟其他App比較融入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立刻進到今天的大主題 就是多工哦 多工這次也算是大改版哦 而且我覺得有感程度 可能會比這個液態玻璃還要更有感 就是以前我們開App都是這樣直接點進去嘛 但是現在呢 開了這個多工之後 我現在開這個App 我現在就可以把它縮成很像電腦的這種視窗 然後我可以開非常多個 那它使用的方式就是像我剛才那樣 從右下角往左上滑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一個視窗 再一次哦 就是這樣子 好 好 我開很多App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我這個視窗就是可以隨意的擺放 它是完全沒有限制的 因為像過去的多工 它可能就是還是會有那種磁鐵那種感覺 你滑到一個地方 它會自動變成一個大小 你不能隨意的變動它的視窗大小 或者是位置 但是現在呢它是完全自由的 它基本上就是跟電腦一模一樣 你要擺到任何地方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你要開多少視窗隨便你 而且呢我覺得這是它還不錯的 就是它有把那個自動對齊的功能也加進來 什麼叫自動對齊呢 就是例如說我們想要立刻的把這個視窗 調整成一半的視窗大小 然後另外一半然後放別的東西的話 它可以立刻用丟的方式 你不用你不用把它滑過去 你就是用丟的方式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我是稍微這樣撇一下 它就會自動變成1.2的大小 好那另外1.2呢我就是一樣可以用這樣子滑過去的方式 它就會自動佔滿另外1.2的大小 然後中間呢你就可以去調整它的不同的比例 那在這個模式之下 你還可以繼續堆疊其他的App 就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繼續堆疊 就是跟電腦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甚至搞不好電腦還好用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呢你想叫出其他 你一樣可以回到你的桌面 或者是你想要看你現在所有的視窗 然後你要叫出其中一個視窗的話 你就是停留 它就會變得很像我們MacOS那種感覺 然後你就可以叫出其他的視窗這樣子 是不是超級好用的 對我自己覺得超級好用的耶 然後如果你今天還想要更多的選項的話 你可以長按這邊 它就會有更多的選擇 例如說你想要四公格 它就自動幫你排列 然後你一樣在上面呢可以繼續堆疊你的視窗 那順便跟大家介紹這次的這個游標 這個游標是新的 就是以前的iPadOS的游標是一個圓形的 我覺得那個圓形不好用 因為你有一點不知道你現在到底點到哪邊 然後就很不精確 那現在有這個游標之後 你就是可以非常的精確點到你想要的地方 然後在設定裡面 你也可以來調整它的指標的大小 大家有看到這個液胎玻璃有多美嗎 液胎玻璃的這個動畫真是精緻到 讓人覺得你們為什麼會把算力花在這種地方 呼 然後這邊呢你也可以去選擇說 例如說指標的動畫啊 捲動的速度啊 增加對比啊 這樣子會比較明顯這樣 然後下一個很像電腦的地方呢 就是現在App也有選單列了 就是以前它的操作方式比較像是iPhone 它就是一個App而已 它就是沒有像是電腦那樣子有選單列啊 有很多功能啊什麼 那現在像是這樣子 你往上點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出現這個選單列 是不是就真的很像是電腦的部分 這邊呢就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選擇 那所有的App都是有這個功能的 對像是Instagram有嗎 Instagram也有喔 那它裡面的選項就比較少 這個選單很漂亮對不對 就是這次的Liquid Glass的主題 它的選單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那除了這個多工有新增 這樣子我覺得很好用的功能之外呢 這次在檔案的部分也越來越像電腦囉 我們現在進到那個檔案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下到這個資料夾呢 它現在有這個列表的顯示方式 然後你這邊可以去調整它欄位 裡面要顯示哪些內容 然後你還可以拉這個欄據 就真的很像是電腦 然後你就可以加入不同的 這種資訊的列表 非常的螢幕了然 再來另外一個興奮的呢 就是你可以幫這些資料夾 換顏色然後也可以換不同的那個Emoji 對啊就像這樣子 就可以色彩繽紛 然後你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資料夾 因為它上面有圖示的話 你就可以更快找到啦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資料夾 現在也可以放到你的Dark上面 快速取用 就是以前我們要找檔案的時候 其實有點麻煩 我們要進到這個 檔案的App裡面嘛 那現在你可以就是選擇 譬如說我這個資料夾很常用到 我可以把它放到我的Dark上面 就直接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一個加入Dark 它就出現在這邊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取用裡面的檔案 還有另外一個也更像電腦的地方呢 就是你現在檔案還可以自己選擇 預設開啟的App 譬如說你的影片檔案固定要有哪些App呢 你在裡面可以去做選擇 這邊呢就有一個打開方式 裡面就可以去選擇App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新增的功能呢 就是我們的預覽App就是我們平常打開照片的那個App呢 現在有更多功能了 它可以編輯PDF 然後你在看圖片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新增更多的動作 例如說它這次會出圖片檔可以選擇不同的格式 然後在這裡面你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編輯 我們來看一下PDF好了 這是一個PDF 然後呢我這邊就可以直接進行一些填寫的部分 這邊就可以直接輸入 然後你也可以去剪裁啊做標記什麼的 就是直接在這個預覽App裡面 可以直接編輯 也算是蠻方便 我記得它可以直接簽名 就是在這邊 這邊應該有一個簽名 對對對這邊可以加入簽名 所以其實在iPad啊iPhone上面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預覽 基本上你就是直接進去這個PDF 就會是預覽的App 然後你就可以加入 然後你想要的簽名檔等等的 來試看看這個會出圖片 喔對這裡面就可以選格式 很棒耶 很方便耶 而且下面還有製作PDF等等的 還要儲存為影像 該不會PDF也可以幫你就是轉成影像吧 就是直接轉 可以耶 就是你下PDF可以直接轉成其他檔案 你要轉圖檔啊轉什麼全部都可以直接在這裡選 因為以前我覺得很麻煩的就是你PDF跟圖片檔有的時候 你就是要互轉啊哪一個轉哪一個不確定 然後我記得原本是只能其中一個轉過去 然後不能轉回來然後我就要自己用捷徑 那現在有了這個功能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轉了啦 就是而且它可以選擇不同的圖檔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就不用自己再另外轉 就還不錯耶 這個會很好用喔 這個會超好用的 電腦是不是沒有啊 我覺得電腦應該也要有這個功能才對 還是說這一次更新Mac OS 可能就直接有這個功能我不太確定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多工 還有檔案新增的一些新功能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如果你原本就已經在用iPad 從事生產力工作的話 我覺得這些功能真的會非常的有感 所以也不會叫大家趕快試試看 因為現在是這個開發者版本才第一版喔 第一版就那麼好用耶 但是推不推薦大家更新我覺得 就還不要啦 我覺得還不要 因為像昨天iOS 然後我更新之後很多人都在下面問說 要怎麼更新到開發者版本 我真的不建議 真的非常的不建議 因為有人昨天就在那個 首播聊天室裡面就說他有點後悔 因為他就是用主力機更新之後發現 他沒有辦法回去原本的版本 然後可能就當當的啊 然後就不太好用這樣 所以除非你有多的iPhone再更新 不然你用主力機的話 那個風險是真的很大 因為現在很多App都沒有幫這個 iOS或者iPadOS 26進行優化 你去用的話可能就有些App 可能就不能用喔 但是iPad的部分呢 現在真的太有感了啦 不過還是建議大家就是先不要更新 對就是因為現在還是測試版很不穩定 好那除了這兩個很大的更新之外呢 我們來講一些其他的 例如說他現在的那個音訊收入 我可以自己選擇你要哪些麥克風 還有耳機 然後你在打電話的時候啊 或者你在錄音 然後你有接麥克風的時候 你都可以到控制中心這邊 他就會有一個音訊顯示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選擇說 你現在是想要用哪一個音訊來源 就可以選擇不同麥克風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降噪模式 沒有錯就是連第三方的App 你都可以自由去操控說 你現在到底要不要降噪等等的 而且呢現在就是視訊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選擇本地錄音 就是他在控制中心這邊 就可以直接開始錄音 所以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這一點是真的還蠻實用的 最後呢還要講到一個 他更像電腦的地方 就是現在他可以背景 執行背景任務了 就是例如說以前我們可能會出影片啊 或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不能跳離那個App對不對 但是現在是可以的 就是例如說 Final Card Pro你在會出影片的時候 他雖然在跑那個條 但是你還是可以進到其他App 然後他會把他的進度顯示在上方 我覺得現在iPad就是又更像電腦了 就是我覺得他跟iPhone的距離越來越遠 然後離電腦越來越近 所以如果平常有在用iPad的人呢 這一次更新應該會非常非常有感 好那我們今天的iPadOS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還有任何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很值得 教一個更詳細的教學 如果你們想要看教學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這樣子 啊正式版的話呢 會是在9月就是在iPhone17推出之前呢 推出那我們到時候也會來做一個 正式版的影片來跟大家介紹 更詳細的功能 因為現在這一版呢才出版 到時候應該會新增很多功能進來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